西安区则是有一名老妇人 她误相信了朋友传来的假讯息 以为没有打疫苗就没有办法领钱 也担心自己的毕生积蓄都存放在邮局 无法提领 冲动之下 她找了邻居开了一个小时的车程下山 到了邮局想要解除定存 把500万全部领出来 柜台人员也看到这笔钱金额庞大 怀疑妇人是否受骗上当 因此赶快报警 找来警方一起来劝她 一开始妇人还执意要领钱 直到邻居赶到了现场 三个人共同解释 才让她打消念头 老妇人站在邮局柜台 执意要将定存的500万元 全数领出来 庞大金额让柜台人员 惊绝不对劲 担心妇人受骗赶紧报警 你若是说没有打疫苗 他不让你领钱你知道吗 有这个问题 所以她是讲说 台湾没有这个问题 台湾没有这个问题 眼看妇人不听劝阻就是要领钱 远景只好持续等待 直到妇人邻居抵达现场 这才知道原来都是假消息 惹得祸 就是有的老人 人的观念跟我们的观念不一样 事发的18号中午 高雄骑山区一名赖姓妇人 无心朋友传来的网路消息 以为没有打疫苗就不能领钱 生怕毕生积蓄就此无法提领 急忙请邻居开了一个小时的车 到邮居想解除定存 全数领出带回家 直到柜台人员 袁警及邻居三方不断承诺 没有这件事情 他才终于放心打消念头 随着网路发达 假消息也四处流窜 所幸这次妇人只是想提领出来 并不是遭人诈骗 但接获任何消息 还是应该先查证 才不会拜拜上当